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肖肖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每日通 8月27日晚,导演程清松通过微博晒出范冰冰、李玉以及方丽的合影 并称好久不见,有的人瘦了,有的人胖了 照片中范冰冰扎着低马尾,画着精致的妆容 肩下巴明显一身蓝色碎花长寻 露出纤细小白腰,满满的少女感 和之前的范爷相比少了些许霸气,添加了几分可爱甜美,变化很大 此前还有某男演员公开向范冰冰求婚 只见这位在横店漂了十多年的某男演员 公开举着牌子向范冰冰求婚 这位横漂自称在横店做了18年的宣演 在现场采访当中,他称如果范冰冰肯嫁给我 我可以把几个亿替你还掉,给你十个月考虑 男子称因为自己有好的项目,预计利润为50个亿 所以可以帮范冰冰还清他的债务 但是需要范冰冰的人脉 请不要介意,我笑出了猪叫声 我们都知道范陈恋的背后有许多猫腻 这位大哥直接把这件事挑明了说,也是罪了 如今看到一身休闲长群出席朋友聚会 希望他今后的感情之路也能像今天的打扮一样清新脱俗吧 毕竟感情之路是啪啪打脸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吧